好 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再来看到的是中国观察了 而在我们今天现场的就是我们特派记者陈韵文 韵文好 郑涵你好 大家好 好 因为我们在我们线上 当然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个大陆的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因为日前促势 那么在今天是举办了他的告别式 到底他整个告别式的规格是如何呢 而我们也观察到说是不是在中国大陆一些报章媒体上 有什么样的报道 好 确实我们来看到 是李克强他是在上周这10月27号的时候突然病逝的 然后呢在今天上午时候进行的火化 我们现在看到是其实陆媒的报道呢是非常的低调的 因为直到今天中午之前陆媒只有一张照片 就是呢这个天安门这边降了半期的照片 没有其他多余的报道流出来了 甚至之前呢很多民众去他的故居献花的悼念 都没有任何的报道 那我们居然看到是今天呢在火化之后除了天安门降半期之外 在中国很多重要的政府机关港澳特区也都有降半期 来悼念李克强 那现在除了这是在安徽的故居一片花海之外呢 就是在今天的这个正式的告别仪式上呢 其实呢就是以这个郑国籍的规格来送葬的 那所谓的郑国籍呢就是以这个中共的权力核心们 就是习近平率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去送别这个李克强 我们看到张照片去找公布的画面就是呢 习近平呢他这个是以这个手握着他的遗孀就是呢 陈宏的表情是蛮就是哀妻肃穆的 那这对家属的慰问就是今早呢 他们告别式上所留出来的一张官方所公布的正式的照片 不过可以来看到的是因为这个告别式呢 是没有对外开放的 所以在整个周遭呢是有非常严格的戒备 有大批的便衣跟特警来助手之外 整个保安人墙呢是蔓延了数百公尺 大陆前总理李克强的遗体覆盖中共党旗 摆放在八宝山大礼堂中央工人瞻仰 李克强一双橙红胸前别的白色花束 一一向来宾打理气氛肃穆哀妻 虽然大陆官方尚未公布正式照片 但李克强个别式影像已经在网路上抢先曝光 气氛庄严肃穆 北京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新华门 大陆各地政府机关以及驻外使领馆 统统降半旗 送别前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早早7点 在西环的中联办举行下半期仪式 11月2号清晨7点多 北京八宝山军人公墓道路沿线和地铁站出口 已经有大批特警、公安和便衣警察进驻 周边交通也早早进行管制 连平常对外开放的公墓大门 也需要拿复文等证明才能进入 告别式10点开始前 一四为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搭乘的黑头车 缓缓进入会场 港媒报道李克强告别式不止为安高规格 赠礼流程也完全按照2019年 前国务院总理李鹏过世的正国籍规格 看看李克强的复文 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前次用字和嗜好跟李鹏的版本一字不差 现场也可以看到不少公安维持现场的秩序 要求民众不要聚集尽快离开 李克强是中共建政以来学历最高却离世最早的总理 在肃穆氛围中走下人身舞台 TVB2新闻程序林敏珍张志明热丽北京报道 好我们刚才看到李克强的这个人身谢幕 那当然呢有很多的这个中国大陆的民众是来这个跟他要说再见 送他最后一程 那当然是不是也跟其实李克强过去的作风是有关系的呢 应该说他是一个相对上比较是亲民体恤人民的一个总理了 我们居然看到是他过去一些比较经典的事机 就是呢之前这个在新冠疫情的正严重的时候 他是亲自的跑到了武汉去视察去安明星 戴着口罩跟这些警消啊 医护人员们喊话 就是安抚明星不要太失望 那除此之外呢 他也曾经在百年红灾的时候亲自到重庆去抗灾 你看他穿着这个靴子 踏着泥泥的这样子步伐去抗灾 这样的做法都跟习近平是蛮不一样的 完全不同的风格 所以这些的作风引起不少的好评 那除此之外 他也曾经就是拍板说这个进口的这个抗癌药物呢 可以零关税 让很多人民都因此而受惠 再来呢是他的家人被认为呢 他们整个家人跟他本人都是比较青年的 没有太多的负面的消息的传出来 以及呢他这被认为是比较有谦虚跟博学的 因为呢他不仅是北大的法律系毕业之外 他也是北大的经济博士 堪称是中共建政以来这个学位学历最高的领导人了 再来呢就是他呢也被认为是相对上比较于改革开放的 一名领导人 他是主张的包容审慎的监管风格 并且判断是有三分之一的行政审批事项 但是这些跟习的做法都大不相同 被认为是习离体制不同调 所以呢他下逝世之后很多民众 动怨他之下北京就很紧张了 我们看到是不止在报导商这边哦 其实包含是在天安门都聚集很多的 这样特警跟武警在助手 有民众很气愤既不开放公众调宴 连等在路边喊话车队都会被管制 李克强一体火化当天天安门降半旗致哀 现场看到不少提前预约的游客还有旅行团到场 天安门降半旗的相关讨论也登上了微博热搜 还看不到天安门的距离 就被检查哨挡下来 检查对任何镜头相当防备 下一秒被检查手机 李克强火化这天天安门变得更加戒备 可是旅游团提前预约才进得去 根据港媒消息 中国大陆各地收到通知 在这段期间不允许各省市民众在北京聚集 外面捕捉 天安门广场人群不多 武警密集站岗 周遭的十字路口不只有公安车辆 还有特警车辆 似乎在防范任何意外发生 好好的一个总理就说没就没了 李克强承认中国大陆总理十年 中共政坛曾经的二把手 但是奏事后的最后一程 北京的气氛不止压抑 更严格管控 TVB新闻综合报道 好刚刚我们有观众朋友呢就来跟我们讨论呢 说因为这一次上陈良就说李克强的告别是很低调 因为政情真的太敏感了 另外呢也有人说这个黄国良就说他是比较前总理的规格 好我们另外呢也要带大家看到也是和中国大陆是有关系的 是这个韩国的女子天团的成员呢 Lisa她因为参加了一场秀 就没有想到现在自己的微博似乎也被消失了 对这个秀呢是法国知名的风马秀 是个非常性感的表演 那我们就来看到是这个Lisa她在微博的账号 原本是高达了800万粉丝 但是现在呢基本上是看不到 疑似呢是完全被官方给删除的情形 那不只她就连去看秀的人也遭殃 这是中国的女星Andrea Baby 跟这个张嘉宁他们的微博呢 跟抖音通通是被禁言的状态 那为什么上面显示说呢 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范 好那是什么样的法律规范 我查一下就是因为中国的 这是中国特色的娱乐规范 他们说呢 就是中国的演出行业的艺人自律规范当中呢 有明文规定艺人不可以组织 不可以参与跟宣扬 涉及到淫秽色情等非法的活动 那这一项法国封码秀被中共认为是一个 属于色情的活动 他们不认为算是一个文化表演 所以认为这些人呢 演出者跟看秀者都有问题之下 把他们微博啊删除然后禁言 那这样也被并不是说是管太宽了吧 不过是看个秀这么严重吗 而且有认为说公众 反正它谨言盛情 引发这两个正反两极的讨论话题啦 嗯对没有错 因为其实现在看起来观众朋友 你自己觉得呢大家可以帮我们来留言呢 会觉得说这个是管太多了吗 还是说这个真的是大家特别的谨言盛行 但确实哦因为公众人物呢 就是会比较容易的来被大家放大检视 我们来看一下呢 其实在这个LISA的背风呢 也是不止她包含了另外是杨颖啊等人也同样 在舞台上进歌热舞韩国人气女团 BLACKPINK成员LISA 两年前才到大陆当选秀节目舞蹈导师 眼里却用亲切的模样收获大批粉丝 每次你都要做这个 都要清晰 一度夯到平台点阅率破3亿 但现在却因为演出风马秀 被大陆网友强烈抨击 9月远赴巴黎参加5场风马秀 LISA勇敢做自己大秀好身材 却被大陆网友批评尺度太大不得体 时隔两个多月微博官方也出手 LISA微博官方账号拥有800万名粉丝 却在11月1号无预警被停权 说是违反法规法律和微博公约 另外她的头号粉丝后援会LISA HOUSE也彻底被消失 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大批网友讨论 直言根本被当劣迹艺人处理 另外被拍到一次有去看风马秀的大陆艺人 杨颖Angela Baby和张佳宁 虽然风马秀官方先前澄清杨颖并未到场 但两人账号也都被封 1号早上先传出账号异常 接着晚间就被全平台禁言等同被封杀 演出风马秀的LISA加上观看的Angela Baby和张佳宁 这三名女艺人先前都遭到大批保守网友攻击 如今从各大社群平台来看 LISA痛失大陆市场 而Angela Baby和张佳宁 未来能否再回归荧光幕都成了未知数 TVBS新闻 庄岐文 林韵文 台北报道 还是和中国大陆有关系 是现在因为2024选战又要到了 现在大家讨论非常热烈的 就是到底有没有外部势力来介入选战呢 因为你是怎么看说 其实现在是不是有传出说 大陆的台商组织他们跟航空公司 有一些合作推这个机票 对 他们是有透过就是台商 去找这些陆航的公司呢 去有打折的机票 就促使你可能有诱应来回台湾投票 这样子 所以引发说可能就是 中共的势力在就台湾选举的这样子揣测 没有错 但是现在海基会 他们也有最新的回应了 一起来看 两岸政治紧张 但民间交流人持续深化 大陆在恢复台湾白带鱼 竹甲鱼释加进口之后 郭台办主任宋涛在广西一场活动中表示 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 将协助台湾解除石斑鱼输入禁令 我觉得国家叠加的政策是非常多的 那大家台商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宋涛强调两岸一家事情好商量 不过大选前夕 两岸关系异常敏感 台商反台包机也成为话题 台七点与石家对岸航空公司合作 近日敲定2024年台包返乡机票 团购优惠 最便宜的往返票价5270元 最贵的也只要8860 绿营及幕后有境外势力 鼓励台商投票 企图影响选举结果 台包返商团购机票这个方案 是由台七联自行与两岸航空公司去沟通协商 那海基会是尊重市场商业机制 我们要呼吁中国大陆 不要做介入 任何介入台湾选举的行为 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这些国家 他们看到我们台湾在针对中国戒选 或者是复合式攻击的时候 已经累积了已经累积了不少的这些经验 那他们也希望能够跟我们台湾有一些经验的交换 内政部长林又昌也指出 包含警方检调移民与国安单位都已经做好部署 我想借选手段非常非常多 而警方也都有掌握 所以我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 请大家千万不要以身释法 中隆大选将至 在两岸政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 对岸一举一动都挑起敏感神经 TP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要先跟韵文说谢谢 刚刚有观众朋友点名说 韵文讲的话真的是包罗万象 什么都可以聊非常厉害 谢谢你都有在看非常感谢 好也请大家持续来锁定我 TP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个为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